福建三线城市福田的这个市区里面什么模样 我们在这边逛一逛 这边就是福田比较中心的城区 它这边我感觉骑电动的非常多 满满的过去 都是电动 大家知道为什么它这边骑电动的这么多吗 是因为这个穷买不起这个小汽车 说实话如果我在这边我也骑电动 因为很方便 停车很方便 你在这边你要开一辆汽车你往哪里停 你只能往这个商场的地下停车固停 那收费就比较高了 5元一小时好像很多都是 一天50分离 当然你可以包月 包月要便宜 包月的话就是包月的话 一个月500 也不便宜 但相对来说你每天停的话就要便宜 一个月500 两个月不就两千了 两千不就可以买台电动车了 不对 四个月 那还是这一个开电动更便宜 甚至比这个坐公交都便宜 它这边公交我也挺贵的 哇公交这边好多都是那种 哇你全程坐下来可能要花16块 有人说这么恐怖吗 没错就这么恐怖 因为感觉它那种好像不像公交的 像那种汽客的 但是它城市里面有很多都是这个样子的 分段收费的 它就是你上去你得这个刷一道 然后这个下来又得这个刷一道 又得算两道 因为它要计算你是哪一段 所以这种分段收费似的 就比较这一个贵 我在这边住的最便宜的 都要这个三块钱 也没住起站吧 半个小时 这三块钱 还没有坐过一块钱的 它这边虽然说有一块钱的限度 但是我没坐过 也不知道是 过往哪里 有这种一块钱的 你看它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据说是一片老古城区 就是 还是最老的那片古城区 在这里面 看里面什么模样 整个城市的街景还是十分的 这一个古老和城旧的 这个老城区这边 这边也属于它的老城区了 三线城市的老城区 其实很多这个省会大城的老城区 也是这个样子 在省会大城里面 这边就算城中村了 它这边应该算不算 还没有扩展到这一个 各种高楼把这边包围的程度 所以应该算不算城中村 只能算就是这个老城居住区 你看这 这霸气啊 你看这 这都是老城 就古时候的那种 明清时代的那种建筑 可能比较多 特地过来看的 感受一下 老不老 它要拆也拆得起来 但是古今有的是这种 历史文化建筑 就保留下来了 哇 这天哪 像这种建筑越来越少见的 在这边可以拍电视剧啊 哇 哇 有点意思 这个应该不是明清时候的老古剧啊 感觉是 顶多也就名古啊 最老的可能也就是名古啊 还有这个上个世纪的 这个还挺漂亮的 其实上海那边也有比较比较多的 只不见得比这边要大要好一些 这个好像也可以往里面走啊 哇 这个是人家里面嘛 哇 它这一片其实还是蛮大的 这往外围那就是 应该是九几年的那种老住在楼啊 好多都是那个单位分的房子 可能是原来那时候有很多厂嘛 大家都在这个什么厂 什么厂里面工作啊 它这边新建的还是不错的 这幼儿园这边都建的比较好啊 咱们 咱们